来 竟在运通 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三观破证 我是宋泽老师 来 我们赶紧来看一下 目前盘面的变化 那今天早盘也是先下 先来后上 那目前预估量大概是3000亿 那表示说今天的这个开低 我个人的看法 进去抢短的人还是有 那记不记得我上个礼拜 有跟他提醒 我说大盘就我的观察 他应该是会在季县这个附近 会稍微做震荡 应该过年前这两天 大概就是在这附近震荡 所以呢 那你说震荡完之后 到底会上还是会下 说真的 我实在也不太建议 大家去抢这种反弹 因为现在整个 我们不要说只讲台股 我们讲全球的股市就好了 美丽储升息是确定的事情 然后呢 油价高涨也是一个确定的事情 那股票涨多了 也是一个百分之百肯定的事情 那我问大家好了 这些分析 这些因子 你把它全部夹杂在一起之后 我这么讲好了 要推升股市最大的一个动力 还是在前 还是在趋势 还是在基本面 还是在主流 问题是现在有一个美国 那个美国要升息了一个 我们讲算是一个背后领 这边影响到 那你说在整个外资 因为美联储升息 你想嘛 他升息的结果 他一定会把钱汇回美国去的 他绝对不会放到台湾的 那当资金被抽走之后 这个对于整个台股的资金的流动 多多少少会有影响 那你说靠本土这些logo的券商 还有本土的散户 能够把指数推到哪里去 我觉得这个也是 大家去思考的问题 再加上今年的过年 你想嘛 27号就开始放假 那休11天 到2月7号才开盘 你想嘛 这么长的时间 很多一些不确定的因素 都还是会夹杂在里面 所以我个人的看法 我是觉得 就是说 就像我这篇车标有写的 其实我已经建议大家 卖股票建议很久了 也不是今天才建议大家的 那为什么我会建议大家卖股票 并不是说 你今天买不到 你说今天盘面上 有没有股票涨 还是有 但是我相信这些股票 基本上称不上主流 大家懂我意思吗 我不是说瞧不起这些股票 我先跟大家讲 我不是说瞧不起这些股票 而是说我们讲的一个主流 你说魏华克这能当主流 那魏强克这个 你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大家解释 但是我指的主流 绝对不是都是这种 十几二十块的人来当主流 如果说今天整个盘面的 这个主流来讲的话 是由一些比较具有基本面 这些中流底柱来称的话 那我相信这个主流的态势就确定 那大盘就不至于会跌 问题是现在并没有 所以今天的反弹我只能这么讲 可能抱着一种堵一把的 这种心态也有 你说市场上真的放空的人很多 我发现它其实也不多 所以今天的开低绝对也不是 这种强补肯定不是空头的结果 应该是一些抱着一种减便宜 毕竟我刚刚有跟大家提到了 大盘在季仙的附近 它的确是会震荡 我只能说有成 但是你说会不会点到季仙 就在一个强劲的反弹 这我倒我不这么认为 我不这么认为 因为很多事情是还没有确定的 比如说主流还没确定 主流还没确定 在主流还没有确定的情况之下 任何的反弹 我建议大家还是尽可能的站在卖方 尽可能的站在卖方 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 今天有一些股票 它其实落着还是落 你说像我们放空的长毛来讲 你看今天也创下短线的新低 带到110了 今天的万海 虽然市场目前是红的 但是你看它今天 已经几乎打回到什么 前波的低点 有没有看到 我这么讲 这种有点像是在做垂死的挣扎 大家懂不懂 我没有唱衰航运股的意思 但是事实证明 在整个航运内股里面来讲 弱势的股票是占绝大部分 三十几档航运股里面来讲 我告诉大家 目前大概只剩长龙 还维持在一个高位 其他我看十字八九 都已经快打回到起账点了 大家懂我意思吗 你看这个一行也是一样 今天还是创新低 就算今天反弹收红好了 那要如何 能改变它现在如此弱势的吗 大概目前来看 大概只剩长龙比较强的 那星星还是一样的弱势 懂吗 我相信这个在上个礼拜 我已经有跟他报告好几次 我说主流 我们在判定所谓的主流 不能从单一个个股去判定 它这个就是主流 你今天看到中钢涨 就表示说所有钢铁股都会涨 你今天看到今天长龙涨 外海涨就表示说所有钢铁股都会涨 不能这么去看的 要涨就大家全部一起涨 要好就大家全面都到领好 你不能只好一支两支 那就不能叫好 这样懂吧 跟大家做个报告 跟大家做个提醒 还有再来就是说今天我们我也发现到了 就是说有一些电子股还是非常的疲弱 比如说打个比方来讲好了 你看像这个预创 这个都是高档下来 你看今天持续的走路的股票 你说这种股票 我这么讲好了 就算它今天涨 你觉得你今天满年有多大的利润空间 我知道有人抱着一种赌一把的心 真的有 这两天加入我粉丝专业的人 我跟你讲多空争论都有 也是有人不认同做空的也是有 那有的人也是死守在多方的也是有 那为什么大家会死守在多方 我也可以理解 因为大家的答案都是一模一样的 要过年了 不可能的落网上 对这个我也知道 按照过去每次过年前 基本上来讲都是收红 但是问题是在于说 你确定你的股票会涨吗 如果今天收红的重点 只是为了要拉台积电 那你其他的股票还是跌 有什么用呢 对不对 如果只是要让指数收红 说真的啦 人家外资只要买一档台积电就够了 那干嘛要买其他的股票 不用嘛 大家懂我的意思吧 我如果只是为了让 封关前那一天指数是红的 我只要买台积电就够了 但是其他的股票不一定还是好 所以我还是要在这边提醒大家 就是说 当然因为只剩三个交易 连今天 现在目前来看只剩三天 我觉得这三天可做可不做 我讲真的 你想空的 甚至也可以稍微休息 没关系 因为这两天空 我看大概也不太会大点 大概也没什么肉 所以我选择先把一些空单 已经获利的慢慢做回补 那如果你手上有多单了 我觉得啦 你要去奠定自己能够承受风险的能力 我打个比方好了 如果今天晚上道琼开盘 又是跌个三四百点 我不要说你 你的股票买的是不是最强的股票啦 你光看这个道琼指数 纳斯达克指数大跌 你就受不了了 你今年的年月饭你可以好好吃吗 你确定你今年的围炉的时候 你还可以这样子大口的吃肉 大口的喝酒吗 我不信啦 这个跟疫情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懂吗 但是当你的股票 你满手都是股票的时候 你的心理压力会非常的大 这个才是现在最大的问题 所以我是不是有跟大家提到 就是说 你可以不跟我做空 你可以不跟我做空 这都没有关系 但是我希望投资朋友 可以正视一下 目前大盘所面临到的这几个问题 目前是无解的 目前是无解的 我所谓的无解就是说 我列举了这五个问题 当然还有更多的问题 你看我这边 没有把欧美股市的问题列举进去 比如说第六个可以加一个 美股升息势必影响资金排挤 懂吗 那你说美股升息欧股 欧洲央行还可以撑的利率撑多久 我不知道 那我连欧股 连欧盟也升息了 连欧洲银行也升息了 那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个资金慢慢回流 他们在抽银根 这对股市一定会有排挤的 所以我们现在大盘要面临到的问题 我这么跟大家讲好了 我个人觉得最大的问题还是什么 涨多了 这个就是现在最大的问题 你看从8523大涨到18619 对不对 涨了一万多点 涨了将近一万一千点 那这一万一千年的过程之中 你看 目前这样看起来 有拉回 但是拉回的幅度都不大 那你再把它缩小一点 你再来看 哇 这没有办法再缩最小 没关系 好 我懒来去赶 反正我只要提醒大家 现在全球的股市面临到的同样的问题都是涨多了 其实其他也没什么好讲的 就是因为涨多了 就是这么简单的原因 所以也正因为现在股市在一个相对的高档 一点点的利空 哪怕这个利空微不足道 都有可能对股市来讲都是一个什么 杀伤力 反正只剩三天要过年 所以我不是要过年要封关 过年是下礼拜的事情 反正交易只剩两天半 目前还在交易中 我只是提醒大家 就说第一个 你的持股比例过高的 我还是要提醒你 就说除非你的股票真的都很强 强到抓不住的那一种 那当然我没话讲 否则你看 我从这个1月11号那天 我就在节目上就提醒大家了 误陷入指数的迷魂症 降低持股方式上策 1月11号 我们如果把时间拉回去看的话 你看1月11号的大盘 在这里 在这里 虽然不是在最高点 因为在最高点的时候 我是站在卖方的 因为我发现到这边 涨的主流已经不一样了 我就把他手上的什么挺新 台表科那些 全部都把它卖掉了 还把他付财 我就把它卖掉 因为主流已经 跟我想象中 已经有点出入了 所以我觉得 我不想赌这一把 先把所有的股票先出清 出清完之后 我就发现到情况不太一样 不太对劲了 所以你看我在1月11号 大概就这几天吧 就开始提醒大家 逢高卖股票 逢高卖股票 当然我知道有的投资朋友 他存在这种侥幸的心是有的 因为他会发现到 他的股票其实没什么跌 的确如果你买到类似像 创为 他的确是没有跌 如果你手上有类似像 创为这种股票 他的确是没有什么跌 那当然就没什么问题 但是不是每个人手上 都有创为这种股票 很多股票 其实我相信 很大部分的投资朋友 手上的股票都会就类似像 亚信 金豪科这种 你看金豪科竟然还是持续的 创新低 所以也正因为大家手上的股票 都是类似这种 比较偏向于走落的股票 所以你一定要降低 你的持股比例 原因就在这里 就像我刚刚讲的 除非你手上的股票 都像创为这么强 那我没话讲 那当然中股票 如果还在帮你赚钱 那当然中股票可以留在最后卖 你看所以你看 为什么在1月11号那一天 我就开始提醒大家 降低持股才是上策 提醒一天还不够 有的人不一定会听 可能把我的话当耳边疯 所以你看我在1月14号那一天 再次提醒 务必要经得起诱惑 把握反弹解码持股 那你可以想象一下 1月14号那一天 大盘打得正火热 对不对 那天股票我记得印象中 那天好多股票都拉尾盘 怎么看都不像是 后面要跌的样子 大家懂吗 可是为什么在1月14号那天 我还是提醒大家 要经得起诱惑 把握反弹解码持股 12号我也有提醒 但是我懒得解了 我就跳得解 你看1月11号提醒你 这是我们节目上 YouTube上面的节目 这个都没有下架 我说过 我就算讲错我也不会下架 看错我也不需要下架 留给大家做见证嘛 1月14号是不是提醒大家 务必要经得起诱惑 把握反弹解码持股 好 如果你真的经不起诱惑 真的进去追的 我在18号那一天 我又提醒大家 风中产阻提防震荡 主流不敏短空应对 你看我在1月18号那一天 就开始告诉大家 你一定要特别留意大盘的问题 我甚至在建议大家短空应对 你看到那天 1月18号那天大盘最高18575 我也是告诉大家 一定要把握 18500以上的好卖点 不管你股票有没有赚 如果是赚得最好 获利出清 最怕就是没有赚了 还在跌的 那最麻烦 那你说要不要出 而且我是在最高点 那天提醒你 1月18号 在1月18号那天提醒你们要 提防震荡主流不明短空应对 一直到20号那一天 你们看到 提防上升趋势线不守 做多仍需谨慎小心 你们看到 1月20号那一天 我就提醒大家 上升趋势线守不住 真的要很小心 就是指这条线 这条线的跌破 我节目上一讲得很清楚 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代表的就是从8523到18600 这一波反弹正式结束 大家懂这个逻辑吧 就正式结束 所以整个行情的拉回 它是准备进入另外一个什么 空间 而这个空间 我只能告诉大家 如果大盘没有什么 利空冲击的话 就这边庆行一个横盘整理 简单的讲 就做一个平台整理 来个ABC ABC 后面再来12345都有可能 但懂吗 总而言之一句话 如果大盘真的还要攻上万点 现在的拉回它是无可避免的 而现在的拉回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去等待什么 新的主流 而且还要确定到底美股升息的这个利空 对全球股市的影响有多大 如果说影响只是短暂的 可能就是想卖的人卖一卖 然后不看好后市人 把股票出清之后 把这些没信心的人洗掉完之后 说不定当大盘拉回价宛量出完之后 后面还是有机会再往上走的 但是需要时间 我先跟他提醒 他需要时间 而这个时间拖会拖多久 那就很难说得准了 大家都没有的逻辑吧 而且我一直跟他提醒过 大盘现在最严重的问题 并不在于说没有股票涨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于说什么 主流类股并没有 这个主流类股 就好比说 侧用的相关 你看大盘去年10月的时候 对不对 10月的时候大涨 对不对 像美其马中股票是不是开始大涨 之后在10月中的时候 换这个元宇座的概念接手 所以你看10月份这一次的大涨 将近2000点 是由谁带起来的 是由美其马这种策用的相关概念 还有元宇座的概念给推起来的 所以你看从16 162大涨到18034 第一个高点 有没有看到 对不对 17 986还没有到18034 对不对 就是一直到18034这一段 我们讲就是这一段 都是由策用相关的美其马 还有航运股也有贡献 把它推升了将近2000的行情 可是你看后面这段的推升 主流又跟前面的完全都不一样 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一种共识 就是一定要有认知 就是说行情真的要涨 真的要有这种所谓千点的大反弹的行情 没有千点以上 我觉得都不叫大反弹 你说反弹一两百点 那叫反弹 这种千点的这种大行情 它需要的主流一定是非常强劲 最主要是一定要市场的认同度要很高 如果市场的认同度不高 体材炒作得不够明显的话 我问你 散户会去追吗 对不对 没有媒体的强力包装 元宇座有多神奇的话 谁会去买元宇座吗 所以媒体的包装配合主题的这个什么 这个相回应 才有办法把行情给推升到另外一个境界 但是这需要时间去酝酿 这需要时间去酝酿 所以我还是提醒大家 把握 不管今天有没有反弹的最终结果 或者是明天持续反弹 尽可能的趁反弹 还是把你的持股减码 能减多少尽量减 我觉得要建议你们全部清仓 完全都没有股票减 这很难 但是我觉得能卖多少是多少 明哲保身 好不好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职尧 陈锋头顾周老师 做空大获全胜 感恩回馈五八八专案 感恩回馈五八八专案 名额有限尽速把握 请您速抢专线 0227525868 27525868 城东东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代金一定代出 金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代金一定代出 城通投顾拥有股票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无往不利 城通投顾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城通投顾周老师 做空大获全胜 感恩回馈588专案 感恩回馈588专案 您额有限尽速把握 请您速洽专线 0227525868 27525868 资源循环 深深不息 好 我们再回头来看一下 目前大盘几乎已经回到平盘的附近了 然后呢 预估量有比刚刚少一点 这表示什么 你看哦 我刚刚十点上节目的时候 预估量有三千亿 那你看哦 经过半个小时 将近半个小时嘛 你看预估量是变少 这表示什么 表示就是说 即使现在是反弹 追加的人也不多 就是说简单的讲 我知道它涨了 但是我不太想买 想卖的人可能还比较占大部分 你看嘛 上涨的加速跟下跌的加速 就可以看得出来嘛 你看上前 目前来讲大盘上涨的加速 240加 可是下跌的还是高达840加 有没有看到 上涨的也是一样 上涨的200加 下跌的高达648加 这表示什么 表示就是说 现在指数的上涨 就是油这个啊 我就不买台积电的人 你干嘛一直拉台积电 我不是说我 我是说绝大部分的人的想法 大家现在在等的是什么 其他等的解套的股票 所以你现在 我不晓得到现在 有没有看得懂 现在行情的走法是什么 我刚才你跟他提醒了 如果封关前 要营造指数是收红的 他只会拉台积电 或者拉其他的全职股 他绝对不会去拉 一些其他的股票的 那就不一定是会符合 绝大部分投资朋友 他想要的股票会涨了吗 那你说难不成逼 所有人都去做台积电吗 难不成我们现在所有的股票 都把它清掉 只做台积电吗 也不好吧 对不对 所以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说 如果现在只是为了文指数 而去动用台积电 或其他的全职股的话 那么指数失增的严重的情况 还是会非常的严重 这就会发生另外一个情形了 强者很强 弱者很弱 会跌的股票还是会继续跌 大家懂我意思吧 会跌的还是会继续跌 他不会因为现在指数拉上去 这些跌的股票全部都翻红 不会 这就是一种跛脚行情 摆脚行情大概听到好不好 只靠台积电一只脚在那边蹭蹭蹭 可是另外一只脚快烂了 你说指数能够拉到多高 这就是现在一个最大的问题 那当然啦 就是说反正这两天我先跟他讲一下 这两天我只是倾向平仓 因为我又不打算报骨过年 哪怕空单也算报骨 所以这边先跟他做个提醒 就说我这几天我只会做个动作 就是把空单落序的获利回补 那回补完之后开开心心的过年 即使后面的行情我是看坏的 我觉得也不用去留空单了 就先把股票都把它平掉 我们先空手开开心心的过个好年 那当然这是我现在的预计 可是如果你现在没有办法 做到这一点的投资朋友 那我只能提醒大家 趁反弹有些股票该卖还是要卖 甚至我建议你 要为二月份做好一个新的准备 什么新的准备呢 我还是建议大家 过完年后 不管下个礼拜的行情是如何 美股如何高低震荡 就我的判断 在主流没有浮现之前 台股肯定还是拉回的几率是偏高的 所以我这边跟大家提醒一下 我不管到时候二月七号开空盘 那一天到底那天大盘是大涨还是大跌 那个我不管 那个先不去做任何的假设 但是我认为在没有主流浮现之前 还是应该要本本分分 好好地把空单给他做好 因为我觉得这是接下来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改善回馈 专案持续地推出 有任何不了解不清楚的地方 有兴趣的投资 想跟张周老师一起做空的投资朋友 都非常欢迎你 可以把握这个千短当工的好机会 虽然说只剩两天就要封关了 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为二月份做好万全的准备 毕竟休这么长的时间 变数真的太大 所以在我的规划里面来讲 就像我刚刚刚提到了 我这几天 就好比说我刚刚 我也是只通知获利空单回补 我也没在加空了 我们就是把手上陆陆续续续的空单 把它做回补 回补完之后开开心心的过个好年 也不用去想什么过年下个礼拜 哎呀管他美股大涨大跌去想那么多干嘛呢 就空手无所谓 真的有看到想买的股票 那也是过完年后再来想吧 真的有看到想空的股票 等过完年后我跟你讲 都有空点了 我跟他弱势股这么多 还怕没有股票可以空吗 对不对 所以我决定先把所有的空单做回补 原因就在这里 跟他做个提醒 如果你有看我节目了 我今天提醒了 我这几天只会做一个动作 把空单回补 我不会再去做任何新的建仓的动作 我也不会去加空 也不会只做空单获利回补的动作 跟他做个报告 反正只剩两天了 该稍稍探探的最重要 好了 有任何不了解不清楚的地方 也分欢迎可以跟我们线上的助理 进行一个联系 节目之后 遇出所有的投资朋友 稍等顺利 我们下午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笔财尽在运通 河 陈通头部周老师 做空大获全胜 感恩回馈588专案 感恩回馈588专案 名额有限尽速把握 请您速洽专线 02 2752 5868 2752 5868 陈通头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 主力作手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尽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贷尽一定贷出 陈通头部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照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陈通头部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752 5868 你以为是糖果 咖啡或奶茶 可以提神 其实这些都是毒品 新鲜毒品以可爱包装 混入多重毒品 让你降低戒心 小心这些 好奇一试 青春一试 防毒反毒 不碰毒 早前听到欢迎心就怕